欢迎收看东森午安新闻 我是林静怡 马上来关心在新北市板桥传出这起公安意外 这是一名55岁的沙石驾驶 当时一个儿子 两个人来到县民大道一段要进行道路的工程 随后呢这个爸爸是钻到车顶疑似为了要修车子 但是呢他的儿子没有注意到 居然是直接发动车辆来移动 结果呢这么不幸 当场碾到父亲 生重受力不治 被前男朋友林炳叔事报 立委高嘉瑜在今天首度出庭 不过呢面对过去的情人 他说呢对他来说 这是对被害人的恶毒伤害 不过呢八条罪林炳叔他只成了两罪 不过呢眼看了林炳叔 他根本是没有回忆撒谎诚信 那么高嘉瑜说呢他还在撒谎 希望法官求主重刑 另外呢网路交友真的要特别留意 新北市警方破获了这起 上北史上最大的诈骗集团 而且是一举逮捕了32名的嫌犯 他们短短五个月诈骗了近议员 而且呢是专门经营爱情诈骗 不过呢就怕他们道徒被检举 所以呢通通都是他们的成员 亲自来自拍 然后呢再经过修图 最后是透过脸书跟line群主 利用甜言蜜语来诱骗被害人 还说呢只要你买产品 就可以来跟我见面 结果呢让被害人 其实呢很多人都因此受害 那么目前最新 30多人受害 诈骗金额高大一亿 出现的是一位保险箱大盗 而且专通名店 甚至呢他只花掉了一分钟 就偷窃成功 这在台中市这个月呢 多达有四间的连锁店 遭到保险箱大盗的给丁上 上次呢在台中有三间餐厅 跟一间的五金行 损失来到了30万元 而且这个嫌犯呢 他是专门挑 假日的店里面 现金最多的深夜 然后呢闯进去 偷走了保险箱 而且现在画面也曝光了 他作案的时候呢 会全程穿上雨衣 而现在台中跟桃园警方合作 逮捕到了四名嫌犯 但是这个男子 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因为花了40万呢 结果最后却是一场空 他跟媒体控诉 看到了一间线上的服务公司 发行最近的NFT 而且购买之后 你还有10%的机率 你可以抽到终身的免费停车 想想这个停车场 就在他公司的旁边 所以呢他就花了40万抽到 但非常尴尬 才刚刚没有多久 停车场就突然撤站 不过呢针对控诉 业者说 因为停车的管理跟大楼业者 没有续约 而且不是针对单一的产账 那么他们也承诺 用户如果有疑虑 将会回购NFT 现在刚好是芒果的盛产季节 但是呢芒果也阳性确诊吗 怎么会这样子 这个是澳门的市政署 宣布了一批 由台湾出口到澳门的芒果 他们说呢 在这个外包装的上面 验出了新冠病毒 所以把20箱 100公斤的芒果 统统给销毁 不过呢 这个消息传回到了台湾 果农认为根本不可能 那么农委会也表示 外包装的病毒会常人化 要提出一定的证据 显现的又是陆方在刁难 今天7月1号开始 有不少的心智上路 而现在呢 除非取得经过主管机关 查验认证 那么是取得许可症的 健康食品之外呢 一般的食品 你不可以在你的品名 冠上健康两个字 另外呢 现在是中午的用餐时间 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现在吃的肉 到底是什么肉呢 因为接下来 如果是住址肉 你必须用非常显著的字样 来标示 或者是等同字役来说明 今年的澎湖海上花火节 在昨天晚间落幕 而这一次呢 一共替澎湖带来 30万的观光人潮 不过非常可惜美中不足的是 闭幕的当天 现场没有封 结果导致呢 烟雾久久没有办法散去 现场烟雾弥漫 而且根本是看不清楚焰火 也让好多的游客直呼 有点可惜 桃圆这处洗车场的对壁机 被嫌犯给盯上 独家来看到现在画面曝光了 他们趁着当时 有深夜四项无人开车来偷窃 不过嫌犯似乎他没有做好功课 因为对壁机实在是太重 而且太长了 画面曝光 你看到他根本是很难的推 拉 而且怎么样都塞不进车子里面 就算同伙来帮忙 对壁机还是卡在车外 最后呢干脆是放弃 连车门都没有关加速的逃离现场 因为光是这个对壁机的机器 就有150公斤重 那么被切的7万元的10块钱铜板 也有50多公斤 两个人想要徒手来偷走 也让店家觉得不敢相信 但是这起案件的小偷 居然是这只猫咪吗 这名男子当时骑车到卖厂来买东西 他是把车子停在门口 但是买完出来就发现了 原本放在脚踏垫上的吊杆不见了 他非常生气 所以报警来处理 原本呢是不是以为 有窃贼随即偷走呢 没想到警方调有监视器看一看 也没有看到有人靠近 把画面再放大看 居然发现是一只野猫 偷吊杆 不过为什么要偷呢 一块了解 台北市长柯文哲 为了要让大巨蛋过关 屡次的杠上中央 不过这次呢 让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就痛批 当初是柯文哲 把大巨蛋打成弊案 怎么现在反而快要变成 他自己的弊案 如果没有办法顺利解决 可能变成柯文哲 或者是黄珊珊的政治包袱 现在夏天尤其天这么热 当然是用电的高峰期 不过全台的供电 在前几天 倍转容量率 分别是逼近了4%跟3% 那么现在台电解释 因为气温比较偏高的时候 线路的电压会增大 线路的末端电压会有略微下降 这个是必然的物理现象 不过呢 这个说法现在被专家给批评 专家认为台电 你用这个物理现象来掩盖 人为降压 而背后呢 不是违规操作 就是隐瞒真正的 倍转容量率 天气越来越热 如果冷气不开 真的也会叫鼓连天 但是想买冷气 居然要排到9月份 主要是因为担心 电费暴增 现在好多民众 如果要买冷气 都会选变频冷气 目的呢 当然就是希望可以多省电 但是最近有民众下单要买冷气 但是却被告知 冷气最近很缺 你要买可以 必须要等到9月份 才可以装机 等于现在最热的7月份 跟8月份 根本是吹不到 请不吹到